泽伦斯基喊话别空手而来 24号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与国防部长奥斯汀访问基辅 的确送来了大礼包 除了会让外交人员回到利沃夫再逐步转回基辅 布林肯也承诺会再提供新一波7.13亿美元的援助 也批准了乌克兰1.65亿美元的军售案 这是自乌俄开战以来 美国最高层级的官员道乌访问 乌克兰国防部长列兹尼科夫就赞许 这是真兄弟情谊 而自乌俄开战以来 美方已经数度均援金援乌克兰 至今总额已经超过了30亿美元 而这次双方会谈了接近三个小时 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回到波兰 在记者会上说 乌克兰想赢 美国会帮助乌克兰赢 美方也观察到 俄军将战线转移到乌洞 整体战争性质已经发生变化 乌克兰现阶段最需要重型攻击型武器 布林肯说 俄罗斯的目标是要剥夺乌克兰的主权独立性 而谈到战争目标 俄罗斯正在失败 国防部长奥斯汀同时也调明了 美国希望看到俄罗斯被削弱 弱化到没办法像这次侵略乌克兰那样 而且无法恢复他的军力 学者叶奥元教授就在自己的粉针上评论 停战当然是受到影响的国家 与美方最佳的解套方式 但普廷在基辅的斩首行动失败之后 没有台阶下的他 进而转向领土争夺战的消耗之战 而这场战事打得越久 的确越有可能弱化俄方军力 直到威胁不了欧洲与美国的地步 西方盟友持续送进重装武器支援 25号俄国外交部长就批评 泽伦斯基阻碍了和平谈判的做法 还警告冲突升高成 第三世界大战的风险非常严重 而根据法国广播电台的报道 美方下周日将广要北约与非北约 40个盟国在德国与会讨论 沃尔战争结束之后 要如何协助乌克兰建立军事力量 五角大厦发言人科比则说 已经协调了30个国家提供给乌克兰武器 至于是否延长援助将会在会议中讨论 记者吴玉成整理报道